观众朋友下午好 欢迎收看热报 我是Christine欣怡 财政部宣布21万名申请者对生活援助金BSH 提出的上诉已经获得批准 这些人将在11月23日起陆续收到汇款 财政部发文告指出 这笔款项将汇集19万2千户家庭 以及1万8千名单身人士 年龄介于40到59岁 估计拨款为2亿3100万令吉 申请者可以从11月16日起通过BSH的网站 查知批准状况 对于已经批准的上诉 当局将在11月23日直接汇入所登记的银行户头 文告表示 政府始终保持敏感的态度 以确保能够帮助到人民的生活 而政府的援助也会时刻做出改善 大马建筑工业发展局呼吁所有主要承包商 确保所有进入工地的建筑工人 在前三天前都要有进行冠病的检测 大马建筑工业发展局发表文告时说 这项呼吁是因为根据该局以卫生部的联合调查发现 建筑工地的冠病案例急剧上升 这是因为底下的次级承包商工人 在工程完工之前从一个工地转移到另外一个工地 文告说 上述情况导致冠病在巴生河流域 从一个工地传播到另外一个工地 截至昨天就发现两个工地感染群 分别是Damanila及文良感可负担房屋 涉及的感染者有714名外劳及6名本地工人 两个感染群当中 Eda Manila感染群感染的人数最多 因此大马建筑工业发展局呼吁所有承包商 包括工地业主 确保所有进入工地的工人都经过冠病检测 同时也时刻遵守国家安全理事会 为建筑发出的标准作业程序 根据标准作业程序 承包商必须委任一名或超过一名协调员 负责协调防疫工作 一旦发现有冠病感染 他们需要采取紧急应对守折 一旦没有遵守标准作业程序 将会为承包商带来损失 包括卫生部会被迫关闭工地 至于工地的疫情管理费 如检测、隔离、员工饮食、物流及必要的健康及安全 都必须由雇主全面承担 鸡蛋价格下跌了38% 农业及食品工业部指出 由于国内落实行动管制令后 导致很多食肆被迫限制营业时间 导致我国市场对鸡蛋的需求也跟着下滑 从今年4月到11月 鸡蛋价格以西级为粒子就已经下跌了38% 农业及食品工业部长 拿都斯里罗纳建底指出 国内西级鸡蛋的价格在今年4月为美利34仙 而到了今年11月则下跌到美利21仙 跌幅达到38% 他说新冠肺炎疫情对国内经济带来很大的影响 同时国内的鸡蛋供应链和需求也跟着下跌 尤其在行管令期间 因着14被迫限制营业时间 导致餐馆、酒店和学校食堂也面对鸡蛋的需求下跌 再加上现在鸡蛋的产量还是维持在相同水平 导致鸡蛋产量供过于求 因此造成市场的鸡蛋价格下滑 不过鸡饲料价格却上涨了4%到5% 这让鸡农面对更高的成本 鸡饲料的原料 例如玉鼠鼠的价格在11月上涨了15.2% 黄豆价格也上涨了9.4% 有近于此 农业及食品工业部目前正在和大马勤畜业商讨以上这些问题 并尝试找出最佳的解决方案 明德鲁水井截查一辆可疑客货车 成功查获了58万7440条的走私香烟 市价高达43万7710令吉 执法人员昨天早上在明德鲁夜市附近的停车场 发现一辆白色客货车 这辆客货车是停在停车场 执法人员从车窗望入车内时 发现左侧乘客座位下方有几个装有香烟的盒子 执法人员当时尝试寻找车主 然而在驻守两个小时左右 却等不到车主或任何人认领 他们只好使用工具撬开客货车的前门 对车辆进行搜查 结果发现了各品牌的香烟 客货车连同车内所有的香烟都被扣压 而经过查证后 车内的香烟都是漏税香烟 案件也转交明德鲁刑事调查组做进一步调查 欢迎回来 世界卫生组织在当地时间16号对生计公司莫德纳通报 旗下的实验性疫苗显示有94.5%的预防效果 表达乐见之意 但世卫也说有关实验性疫苗依然有许多问题的存在 目前还不是自满的时候 世卫官员表示除了列为优先的医疗人员 2021年上半年任何提供给民众的疫苗都将十分有限 世卫总干事谭德塞在记者简报会上表示 世卫持续接获冠病疫苗好消息的同时 对于这些新工具可能在接下来几个月陆续问世 保持审慎乐观的态度 目前世卫依然非常游行 部分国家确诊病例持续飙升 尤其是欧洲和美洲 莫德纳稍早表示 末阶段实验的初步数据显示 他们的实验性疫苗预防效果达94.5% 是据瑞辉大药厂后 第二家通报疫苗效果远超出预期的美国制药厂 世卫首席科学家史瓦米纳桑表示 莫德纳疫苗消息相当令人鼓舞 但还是有必要取得它最后效果和安全概况 也需追踪受试者两个月来观察任何副作用 许多问题也带解答 包括保护力有多长 对严重疾病有什么影响 对不同的亚族群 尤其是高龄族群有什么影响 以及过了某段时间之后 会不会出现负面后果 临床实验必须持续下去 以取得更多数据 接下来几个星期 意料将听到更多其他疫苗实验的结果 全球总确诊病例不断攀升 数字就快逼近五千万大关 美国德州疫情急速恶化 有一名护士日前在脸书直播哭诉 医院命令医护人员将病情严重的冠病患者 送到不会有医生前往诊疗的隔离病房等死 这些病患最后的下场 都是在已经装入尸体带的情况下 离开病房 令人不尽心酸 另外世界卫生组织表示 对近期部分国家 尤其欧美国家出现病例激增的情况 感到非常担心 因为卫生体系正面临崩溃的边缘 而在韩国方面 由于韩国的疫情反扑 政府决定从来临的星期四开始 上调首都圈的防疫响应级别 美国德州埃尔帕索的冠病疫情 急速恶化 成为全美国疫情新热点 有关医院的发言人表示 他还无法完全证实那名护士 在脸书的所有说法 但是院方了解医护人员在疫情下 承受着艰难的任务 身心状态饱受煎熬 有关的护士名叫瑞维斯 他在脸书直播中表示 有一次遇到一名患者大量出血 不得不向医生求助 但医生却回复说 他们并不会为那些最严重的 软异患者提供治疗 以免被病毒感染 他说在身心条件都不堪负荷之下 又担心个人健康受到威胁 因此决定提前终止工作合约 同时还表示 这个月他遇到的死亡案例 比他13年护士生涯 加起来的还要多 眼看全球疫情没有好转的迹象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 坦德塞表示 世卫如今非常担心 一些国家病例激增的情况 特别是在欧美国家 医护人员和卫生系统 都面临崩溃的边缘 他还警告 任由病毒不受控制传播的国家 就等同于在玩火 这会导致更多不必要的死亡和痛苦 因此他呼吁各国一定要正视这个问题 并且赶快行动 立刻行动和果断行动 而世界卫生组织也会继续和各国政府 以及卫生机构领导人合作 确保生病的医护人员能够得到良好的医疗服务 同时也会为冠病患者提供足够的床位 口罩 手套和其他防护装备供应充足 接着把镜头转到韩国 最近一个星期 韩国首都圈平均新增超过100宗病例 对此 韩国政府决定收紧首都圈的社交距离限制措施 从来临的星期四凌晨开始 将首都圈社交距离限制措施等级提升到1.5级 尽管如此 韩国政府还是呼吁非首都圈地区的居民 也不能够放松警惕 因为只有严格遵守防疫措施 才能克服当前的危机 雇员公积金局昨天公布了 埃西纳第一户头提款计划的详情 第一户头存款9万令吉和以下的合格会员 最高可以提取9000令吉 而存款超过9万令吉则是可以提取10% 最多提款数额是6万令吉 公积金局昨天透过文告宣布 埃西纳第一户头提款的详细资料 以及必须符合的资格 如果第一户头存款是9万令吉及以下的会员 可提取最高9000令吉 这笔款项将分为6个月发放 其中首个月提款数额最多4000令吉 至于第一户头的存款超过9万令吉的会员 可提取10%的存款 而提款上限是6万令吉 同样的 这笔款项将分为6个月发放 其中首个月提款数额最多是1万令吉 公积金局规定 第一户头被提款后 必须保留最低余额100令吉 比如第一户头的存款是4500令吉 会员可提取的款项是4400令吉 在审查和评估当前的情况后 公积金局采取措施 扩大埃西纳提款计划的范围 其中允许失去工作 休无薪假期或者是无收入来源的会员 可提取第一户头的存款 公积金局预计 埃西纳计划将让200万名合格的会员受益 并且估计未符合资格的会员提供140亿令吉 我的女儿是一个患者的患者 她患上患者疾病 所以她需要很多充满的充满 幼充满的那种 然后我认为如果我能赠取它现在 我不想与它 所以它会用来更加肯定 如果她需要它 我会与它 但是我认为它 因为它是我的生命 我保障我的未来 我的孩子的未来 如果是给那些比较 真的是经济有问题的话 真的是很大的帮助 因为有些人要找工也是很难 对 现在经济也是不是很好 这样之类的 所以我觉得是个好东西 可是如果你自己本身是不必要的 就不要去拿吧 对 生给未来的一个钱 文告中也提到 符合资格的会员 可以从今年12月开始申请 而该局会在下个月的月尾 直接将款项汇入会员的银行户头 公寄金局将在明年1月开始 发放第一笔款项为期6个月 无论如何申请埃希纳计划的会员 必须填补被提出的款额 既有关会员 接下来的新公寄金缴纳额 将100%存入第一户头 直到补回被提取的原有储蓄数额 之后缴纳数额 才会恢复原本的比例 即第一户头的70% 和第二户头的30% 文告指出 为了确保 埃希纳计划下申请的款项 能够让会员在危机中生存 该局也鼓励会员 通过EPF退休咨询服务官 或者是信用咨询和管理机构 寻求财务咨询 公寄金局将在近期内 公布更详细的条件 这也是即公寄金局 允许会员从第一户头 每个月提取500令吉 长达12个月后 再次扩大了提款数额 以及受惠群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